你有没有去过武汉 没有 我去过武汉两次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那里曾经出过一个英雄 他叫黄鹤 武汉的人民为了纪念他 为了造了一座黄鹤楼 黄鹤楼的最上面 有一首纪念黄长老的诗 西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清代空于鹤楼 多谢黄长老 Cp磕起来黄鹤摸她了 黄鹤四母项堆 我们只谈茫玥不谈其他 咳这个 доп要另披西径你知道 不要官方给你磕什么 你就磕什么 要自己磕才有自己的想法好好 ok 你磕了 你闭嘴 不想听你谈风鹤 我们不谈风鹤 我们谈正式 你知道为什么我的磕晃道来 好磕啊 你看晃道这个眼 RamsASX的 有的来后宫 一般是这个男的感情帅 是挺帅的 随便打扰 老不正的 两人一起仰望行空 有没有CV感 没有 四母相对 你放过他好不好 不灵便利的眼神 还有一对酒 这温柔的语气 他不嗑他嗑谁嘛 官方CV你不嗑 你怎么嗑这么边边角角的 官方没有他感情争执 没有他心思细腻 真细腻 我说他是该帮最帅的男人 没毛病吗 这个我承认 他红绿绿又出来了 你不能跟人家换穿衣服吗 真的 购不难的 一直套个麻袋 到时候我去跟高丛调事情 你们两个帮我保护好神圣 等我把高丛弄死 让神圣做武林盟主 是吧 他到时候他会踩着 七彩祥云来娶我 到时候我会奖励 你们两个一人一套新衣服 再给你们装个一支 泰山派 我红老婆真是光台招人 柳叶完美樱桃口 我一见就红身发抖 你赶紧把我身份证打的公民上好了 不要扣我 我没有身份证 我黑猴子 黄长老 你说呢 黄长老说我不想说 我很心切 我不想说 我很纯洁 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 在你心目中完美无瑕 我还要花样 黄长老跳斗牛舞的 鼓上的 大家跟我一起来跟着我的节拍 一看就是个营销化带节奏的 营销化 斗牛舞 这个响应黄长老吗 这个黄长老 Give me a hug 给我一个拥抱 黄长老就演着去死 你会发现 黄长老其实有点男生女相 过去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你知道吧 叫颠倒乾坤掌权柄 男生女相富贵命 黄长老就属于那种外表俊美 内心刚一的 敢于挑战武林恶霸高崇 黄长老他是没遇到晋王的 有点晋王跟晋王结了分 晋王还抢什么六地甲是吧 直接做皇帝对不对 黄长老就年纪大一点 其他有什么是不是 南大三报金砖 南大三十送江山 南大三千威脸先班 看他找了一些 找了瘦的裙子 后面做裙子 往前面站的全是脸大的胖的 没脖子 这是这句的特点 我说的一点都不讲 为了镜头好看你知道吧 你确定这样好看 除了黄长老封城俊秀的 把他放在前面 你也开始了 把手也挥起来了 黄长老说你妈的 我身上是一个手指 你把我四个手指去挖上去了 莫名其妄的 手挖拿去要挥手 你敢告诉他 挺剑的真的 把那四个手指挖了 他自己挤了一个手指出来 看没人家都是一个手指 他故意整黄的了真的 赢了第一次受到重大挫折 他们全是黄长老的钱 给每一盘抉择黄长老的钱 黄长老是两个亚荒亏了 你心灯坏了是吧 是 给我心灯坏了是吧 细节满方好看 他四个手指全部是血痕 赶紧没有 是的呀 只要是你的黄长老都是满分 你这次黄长老是独尾 你这个就过分了好吧 我只是说剧细节满分 我没有夸黄长老 你过分我过分 我只是挖拿他挖拿的 比较仔细而已 好吧 好的好的 你看好像也是大致愤怒的多主 我稍微关注一点怎么了 OK OK 这集应该是名场面 就让你们看什么风啸风了 什么剧精棒了 什么剑跟剑俏了 要不是黄长老是 这集真的看不下去 真的 好歹有个颜值担当 颜值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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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值担当这种颜值 在黄长老的名颜值 黄长老的名颜值 黄长老的名颜值 你真的是 你是爱黄 独尾 老无常啊老无常 你听没 他说人家是老无常 人家年老四出来 就说人家是老无常的那是 不过话一说过来的时候 人家真的老就不美了吗 你看人家黄长老是不是 最美不过西洋红 温馨又通融 西洋是玩开的花 西洋是沉淀的酒 黄长老这个状态挺帅的 不是提神 不是提神 赶帮有家人 赶帮有家人 爵士而独立 一顾情人城 再顾情人国 黄长老 救救你了 你妈给黄长老磕头 那你以后就算做了 武力盟主就怎么样了 你还不是比我黄长老 矮头的 其实黄长老他不觉得懵逼吗 懵逼什么呀 他那牵线挑途 搞了半天事情都不是他做的 他是不是过来挑适的 距离怎么发展不管 因为那些背后那些阴险的事情 都不是他做的呀 他这个C位站在上面不羞愧吗 我黄长老要知净退啊 你就要递死他了 你的滤镜呢 我帖他着想 留一家人他手上我 我怕他是个巫神 黄长老 在街头的时候 看我黄长老欲速临风 气宇宣昂 你有屁股啊 你怎么像 驴楼空站在我们黄长老面前 这一笔是吧 飞机上钓鱼 差远了 七十年还好吧 七十年 你拉财 黑白两道追杀我 我黄长老这是 苦落平洋被全息 农游浅滩 遭下戏 落了毛的凤凰 不如鸡 别照进这种货色 是吧 都敢跟我黄长老叫板 这是大势所需啊 黄长老摘定了 也是这孙子 黄长老真的至少大姐 对了 我当现在我都没猜出来 某个黑头是照进 我的头呢 没必要 连四季都猜一脚 是没人猜的 你猜出来的吗 你不是他们大街巨 你猜出来照进又坏人吗 黄长老在前26亿 就猜出来 你不要说黄长老的演员气质 是真的 是真的 黄长老的演员气质 黄长老的面移 可能很维俗 你如果找到 仅仅可以跟竹棍 就感到出不同的情感层次 一起去冲动 那是黄长老的举手突出 是吧 我爱像他这个年纪 那种气质 我真的 此生足矣 不往来一回人之 你看没 一生延迟 说得通绿了 是吧 怀人之 是吧 就开始自我反省了 可怜的心 有慈悲之心 黄长老可以啊 黄长老居然还认识 曹卫宁啊 怎么了 黄长老真的 博文强制 我都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 黄长老居然还能认识 他一口吓成他的名字 是吧 一直叫他 某剑脉少娘是吧 是我只是 他就是某剑脉少娘 你听见 黄长老跟曹卫宁都没什么交集 他就来演员认识 曹卫宁 厉害厉害厉害 东大林 你机理这么好 你黑了 他说是白了 你口压力 黄长老怎么 跟着最老顾法打起来 我突然吃上短路了 黄长老 黄长老 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黄长老 没了 你跟我走 真是没 我拦住他 小子一起走 你快走 这他妈的过了三秒钟 我怎么没了 你妈就下房下报纸 你胡闹鬼了 这就死了 就尴尬的 你在这个地方 这万人不就死了 我的妈 你甚至不愿意 放一个黄长老 死我进来 黄长老师你拿 黄长老师你才能拿 怎么会那个 他 我穿着人睡 那我打了一个死里 他死路是光了屁 人家都活到了 那你这样没喷 真的是绝了 你怎么好看 那红红红热 死的一色 什么心如死灰 你毫了 你活着 就结了十分钟了 还不够 我认识他们现在说什么 眼神我都没看 我在理了 为什么会死 真的 你够了 我顺不过来 你什么 我能把这个死 太尴尬了 你接受不了是吧 无法接受 真的无法接受 搞不好信仰低落 刚才没都猛夸 大块人就没了 哈哈哈哈 感觉连尽力都没给一个 应该是没死 你同行李伦 跟黄大老交情的话 应该不会吓死出来 哈哈 做完会了 做了洗脑 没事没事 你黄大老的日常 肯定是假死 嗯 装死 黄大老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快去快 伤心了 伤心了 哎 是黄大老 主持了证 什么是黄大老 主持了证 人家死了 你还不灭人家 否则就往人家 黄大老身上背锅 是吧 高二连 你人们也非常有问题 黄大老想欺负 把这句 把这句 批掉 直到我没看见 谁要黄大老 欺负 人家不满是吧 说明黄大老 你一大战身体好 黄大老 我被改模了 身当做人 你也随意为鬼 你现在让我 白礼的人品了 回家 黄大老就这么 莫名其妙的死了 黄大老 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来世在与你相应 死了就非常尴尬 我们有黄大老的第一集 想他想他想死他了 这个狗是不是 黄大老转世 不是 这个也蛮好的 你过分了 狗都开始吹了 用纯洁的眼神 展现出对仕途的无奈 用哼唧哼唧的声音 表达对黑暗势力的反抗 你没发现 这个真一狗是个小母狗 你这都看出来了 早点是有毛一毛 我刚说这个是 黄大老转世 结果一狗弄个小母狗 直接从源头上就掐断了 你看这部剧的设定就是赵金的 约奉是观察室 观察室现在省委书记了 包括之前出现的什么节路室 这个时间的节点应该是在后唐宋朝期间 中间五代十国嘛 五代十国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南方有一个国家 叫什么 叫南汉 就在现在的广东广西一代 你知道吗 他之前不说西二是小南蛮吗 这个国家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叫太监王朝 就是整个朝廷上下有两万多个太监 上到宰相下到捕坏 全部都是太监 因为皇帝相信只有太监才会认真帮他办事 心里只有皇帝一个人 不会说想那有什么七二老小的前半 所以我非常怀疑这个西二这个组织 很有可能就是从太监王朝里出来的一批人 可以可以 南汉最后一个皇帝叫刘朝 这皇帝非常有意思 什么呢 欢迎无度 他有一次到公安住儿 在街上看见一个来波斯来的女子 又黑又帇女子 波斯不是美女吗 没文要的有丑比 又漂亮 真是色心大起 然后就把这个女的带回皇宫 色心大起 然后过完夜之后 宠爱的不行 给这个波斯女的改个名字 叫妹猪 甚至要撤离这个女的说皇后 然后同时到后宫里挑了九个女人 给他们分别吃名叫 魅羊 魅狗 魅驴 反正合成石魅 你知道吗 救魅 然后很快 南汉就被宋朝给魅了了 这是很正常的 关键是个皇帝他还没死 宋朝的将领要杀他你知道吧 他普通就让我掉下来跪 他说真的不关我事 我从小就做皇帝了 法师朝真的是这帮奸臣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个傀儡 然后人家真饶了他你知道吧 甚至还封他做了王 这么爽啊 是的 我甚至怀疑这个人就是晋王 晋王在北方就吸引了 做出出这些别人 创造了天窗组织 而南方的这个独协组织 实际上还是他的人 他是安插在 武蒙照进手底下的 目的就是帮他窃取一个立甲 打开武库 估计这个武库里面 应该有好多的什么精英主把 或者类似于 独木遗书一样的 得死至宝者可得天下 最后大结局就是 温州跟赵静 以及独协打战 双方打到残局 残局继续 温州历劫瘫倒在地 这个时候 金王隆重出场 然后军心就开始反转 然后谢尔就杀了赵静 温克行说出了 刘立甲钥匙的下落 金王看在 过去跟周子初的分上 放温州 还有陈令 还有阿湘 回到四级山庄 一样天年 想天伦之后 然后下面就是金王 带着谢尔王这批大地人 去围剿清风派 抢刘立甲 然后混乱是吧 打到残局 又残局了 这时候 无伤鬼带着大地人 马温中作鞭 得到了五块琉璃甲 成为最后赢家 在鬼谷 新王登基 这时候剧情又反转了 又反转了 这时候我新任的 武林盟主黄长老 黄长老什么时候 是武林盟主的 赵静思 以他的为王 他不是武林盟主吗 然后黄长老 手持山河令 带着叶白衣和武林人士来了 原来告从死的时候 山河令落入了 该帮人的手中 是这样的 叶白衣被逼无奈 是吧 就跟着黄长老来剿灭鬼谷 被逼无奈 然后呢 最后黄长老就成为 对大赢家了呀 黄长老打开武库 打开武库的一刹那 突然有一柄剑 唰一声 穿过黄长老的后背 然后黄长老扭头一看 嗯 奥顺 两人是瞎也相杀呀 然后最后就是黄长老 惨然一笑 是吧 倒在了神圣的怀里 闭上了眼睛 然后呢 大结局呢 这什么玩意儿 你要不要再给你反转一下 是吧 黄长老躺在神圣的怀里 突然一口咬在神圣的脖子上 夫妻生而同庆 死而同圈 你够了 把主角都去哪了 主角回忆养老就没有了 后背一圈落七八糟的 什么落七八糟的 我愿意推黄长老为主角 你个毒味 黄长老死了 我给你原个结局 强行把他化为主角 是吧 哪里是问的 没说是黄胜的 黄胜 你莫名气 主角没了 主角半路就没了 然后一帮江湖炸鱼 他互相争吵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反正最后结果就是 对黄长老上位 是吧 黄长老死的时候 还给他配个B节目 什么B节目 花开早 他死的时候 这么开心的事情吗 花开早 花开早 然后是什么 天知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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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我 我 是什么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